杨振角色气势强!导演赞,只有他压倒过郑仁硕。 导演李鼎,钟,对杨振,左,第一节赞预有加。 图大爱提供,2010803.23。 图大爱电视电影《憨家》,由郑仁硕,杨振,吴振亚,第一节主演,金,23,日举办媒体查序。 其中杨振未揣摩角色,在拍戏期间都笼罩在低气压中,甚至在录音室录音时,还原角色胸包残忍又软弱无力的情绪。 在优漫的录音室声畏剧下,导演李鼎大赞,只有杨振的气势可以压过郑仁硕。 杨振表示,李鼎导演在现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,交给你们。 而且不含卡,全屏演员自己发挥,让演了六年戏的他,再度燃起了对戏剧的热忱。 李一杰则透露,演出《憨家》最大的收获,是能够认识李鼎导演,两人私下会彼此打气。 视频率非常契合的好朋友。 吴振亚,郑仁硕演出《憨家》。图大爱提供,二十万零一千八百零三点二三。 导演李鼎表示,郑仁硕,杨振与吴振亚三人在监狱的生活,必须压抑本能的暴力,但终究他们的暴力扭转了彼此的一生,而他们三个遇见了一辈子求之不得的礼物,那就是爱与友情。 杨振表示,自已的父亲曾在几年前,因脑部开刀住进家库病房,那时候的自己在叛逆期,现在的他,更珍惜与爸妈的相处时间,不会做让自己遗憾的事情。 这是他所饰演的史昌,用自己的人生故事,给他最大的启发。 郑仁硕演出《憨家》。图大爱提供,二十万零一千八百零三点二三。